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德宝地产海外投资部经理李全方 这边是专门介绍泰国房地产资讯的频道 如果你有一笔资金 想要操作杠杆来让财富增值 那么不妨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来了解更多海外房地产的投资价值 也可以借此来跟投资台湾房地产来做个比较 相信您一定可以掌闻到目前市场 投资趋势 以及如何让财富做更完整的布局 接下来就会由我来介绍今天的主题 在影片开始之前 麻烦您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做过我们最新的影片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 曼谷高端建篮 亥格、柯伦的鱼、红楼 这个是我们德宝团队所代销 曼谷高端建篮的住宅中 客户指名度非常高的建篮 只要一千万太阻止 就可以永远看 如果您是在找曼谷市中心 优质地段、捷運站周遭 并且由大型开发商所打造的产品 海统和日程可以通过 您绝对不能错过 这建篮位于曼谷非常精华地段 通螺 又被称作曼谷的日本区 很多外国的高建築团 外派都喜欢住在这个区块 这个位置很类似我们台北的天母 为什么会比例就是天母 在我们台湾人的印象中 天母是一个很精华的地区 有众多的高建築团区 外国人也非常多 像美国学校、日常学校、欧中学校、美国餐厅、美食 天母都有 也是台北人很多有钱人会住的地方 所以通螺在曼谷的地位 就很像天母在台北的感觉 那在这边它的生活品质 消费、水平、租金、行情 都是曼谷所一所二的地段 线让惠云、BTS、空田、通螺站 近250米可以抵到 周遭有五星级的万豪酒店 A级的商业办公大楼 国际科教委屈的机构 日式的商场 也有众多的高级住宅 临利在这边 外国人很多 所以说这边国际学校密度 在曼谷来说是相当高 知名的民系学校 Pengarplein 泰国的美国国际学校 也在通螺这个地方 另外 医院也是外国人居住很重要的条件 知名五星级医院、商美泰医院 一卡麦的医院 都在这个区域 通螺有别于其他曼谷观光区 很多大型的百货商场 这边是属于比较有设计感的社区型商场 像有美国小纽约之称的The Commons 日系风格很浓厚的J11 都是这边很多游客、朝圣、大大的景点 众多社区性商场 也满足此区主宅、供应、生活机能的需求 也有很多日式的酒店、酒吧、美食、餐厅 在这边非常多 在这边生活、机能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质 外国人很喜欢继续在持续 尤其日本高阶的外派居外 根据不管公司的抓紧统计 生活在铜锅这边的外国人 日本人占了70%的非常高比例 除了外国人之外 泰国的有钱人也很喜欢在这边生活 开发商叫做BLANSTAR 由日、泰、跨国三大上市公司严重所达到 其中占比最大的总49%是日本的住友营业 住了联益政策公司将近330年历史 那它除了在日本之外 在澳洲、美国、越南都有他们的住宅物件 是日本非常非常老字号的建商 预计在2041年 会在东京打造全球最高的木造建筑 W350 再来是BLANSTAR 它是泰国知名五星级酒店 新建投资上市集团 在曼谷知名酒店WITTIN 海洋、雪尔滕以及泰国度假生地花鑫 都有他们喜爱人品牌的水尿度假中心 在曼谷市中心也有打造高端住宅的项目 HOPERTY PERFECT 这间是打造知名独斗野素素文明 在泰国也是常年排名前十大开发商的行列 餐厅开发商实力跟背景都非常强厚 甚至在建造方面 邀请到日本熊谷主来为这个案子来做建造 熊谷主在台湾的分公司 它叫做华康萌照 我们台湾人一定不是陌生 像台北的地标101 新一军的豪宅投资米园 台北的战情星光三月 都是出自于他熊文照支持 如果说对建造内容有兴趣的朋友 在右上方可以点相关的影片 来就了解 HIDE PORRUTAG同楼 预计2022年第二季完工 永久产年的建案 总楼层45层楼310亿 前面就是我们BTS 空田田 那这边也是放非常重要的主干道 舒坤易路 现在的外观是由花岗人所打造的 花岗也就叫做岩石之王 密度大、硬度高 比较会耐章 它在舒坤易路上面打造一种 永世传承的经典铸造 在公共设施上非常丰富 坦概8个楼层 28厢公社 地下室还有私人的出屋柜 7楼属于静态公社的部分 像景观玻璃屋、影音居院、下午茶室、口温天Space 想要看书、上网、通作等等 都可以来这边做使用 比较特别的还有美甲美容室 可以预约美甲师在这边帮您做服务 动态的公社集中在39人楼到41层楼 非常有特色的麦感公社之一 360度环境游泳池 有喷射游泳池、儿童游戏池 也有热水池 在这边享受美好的一个时刻 41层楼有瑜伽室、拳击室以及健身空间 使用大片的墨地窗 让住户可以一边运动 一边享受漫米的城市美景 现场的样品房有三种示范单位 43平方米拥有一房一厅、室内净屏 13平台屏 客厅挑高3米的空间 互互开放是大面床设计 50平方米较大的地方空间 室内约15平台屏 77.1平方米 两房两位的单位 约室内23平台屏空间 完工后是金庄春娇 单位内容包括天花板、地板、床面、冷气 全套厨具以及卫浴等交流状态 在一房房型厨具 配备有内嵌式冰箱、电池乳 以及微波烤箱 还有抽油烟箱等 皆是Couplebox品牌 卫浴采用来自日本TOTO高级卫品牌 包含洗脸台、马桶以及浴港 都是TOTO的品牌 泰的这个案子最低总价是3平方米 1000万泰运期 在泰国没有公测品 室内净屏就是3平 如果在台北市中心精华地端 最终等级的建案 开价每瓶至少150万台幣 要买到室内净屏有13平台屏的面积 加上35%的公設比 全赚大约要20坪到3000万台幅共用 但以精华位置相比台北三分之一的价格 就可以入手高端建範 因此这是我们很多客户有指定的原因 派到科论的净途后 这个案子不论开发商 建造它对地段、建材配备等 都是投资泰国非常高端的问题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相信你应该会觉得 投资泰国房地产是非常物操所值的吧 如果你对以上的建案有兴趣的话 欢迎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们会有专人尽数与您联系 另外你也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每周六的投资说明会 点选下方的连结 进入我们德宝地产的官网 进行报名即可 或是加入我们的Light at官方账号 就可以立即获得我们泰国投资攻略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